知名的3C大廠推出了最新一代的智慧型電視 而除了高畫之外 搭配網路還能夠上網收看連續劇 電子書和親子互動遊戲等等 當然最重要的是它還結合了新聞平台 也就是說以後你只要打開著智慧型電視 就能夠收看我們的聯合影音新聞 以往只要提到App就會想到智慧型手機 而跳脫這樣的想法不用再盯著小小的手機螢幕 搭配網路現在也能在智慧型電視上玩遊戲 上網 隨選新聞等等 Smart TV就是會所謂清潔到一些語關的新聞 那透過這樣子的一個App 我們可以把User的眾多的網路項目整合在一起 生活形態不斷改變 網路 平板電腦 智慧型手機 已經是現代人不可或缺的生活要素 各式各樣的智慧型商品搭配網路 讓大家的視野更無遠佛界 而現在就連電視也搭上這樣的風潮 往智慧型的方向前進 而智慧型電視所內建的親子互動軟體 也讓很多家長對於小朋友使用智慧型商品更加放心 平板電腦的話主要它的屏幕小 所以它這一輩的電視它是幫我們摔寫過 完全是適合真正的小朋友 而且它是有抑制性 有教育性 除了這些功能外 打破一般傳統新聞的收視習慣 智慧型電視還提供了聯合影音整點新聞 觀眾就不用再按表操課 隨時都能點選收看 優質新聞 聯合影音 黃映金 周一柔 台北報導